2021年12月 藝人張秀卿的小姑 在台南歸人開臭豆腐店 當天門口大排長龍 還用紅龍圍出了排隊範圍 之後張秀卿也陸陸續續 帶著藝人朋友們來捧場 但是現在傳出 小姑到處借錢 5月19號就失聯 臭豆腐店鐵門拉下 再也沒有營業 受害人成立自救會 目前多達50個人 最少有10萬以內 那最多大概兩三百萬 賣上3000萬有 每個人借錢的理由 不外乎就是店裡面要周轉 他姐姐生病 他們家法院官司 他被導會 他幫他哥哥周轉 張秀卿小姑借錢理由五花八門 受害人表示先前有借有還 但是今年借的特別頻繁 有人認為小姑的哥哥 也就是張秀卿的老公 經營家水站 事業有聲有色 臭豆腐的旁邊就有家水站的據點 受害人還秀出了賴截圖 為了小姑去銀行借錢 會叫受害者去跟銀行借 或者用保單借款 會跟這些受害人說 我哥哥加水站的老闆 那我的嫂嫂是張秀卿 你不用怕我會跑路 秀卿她自己也很震驚 她很久也沒跟小姑聯絡了 小姑能不能盡快出面解決 受害者還向法院請求本票裁定 強制執行希望可以拿回借出去的錢 現在小姑人間蒸發 受害者們已經提告 要張秀卿的小姑趕快出來面對 山內新聞王少宇 何成鳳台南報導 一定要加辣椒 一人神思安開直播 開吃介紹臭豆腐好友張秀卿 在後面忙進忙出遞辣椒醬 幫先生的妹妹小姑開的臭豆腐店宣傳 只是影片上傳不到一年 店在今年二月突然歇業 小姑欠下大筆債務消失不見 債主要不到錢 轉而向張秀卿的公婆催討 實際來到公婆家沒人一門 親友眼中單純老實的王家小姑 怎麼會變成這樣 而其實小姑開的臭豆腐店是公共出資 公婆無力償還 門口張貼公告 王姓小姑已經簽出此住處 與屋主不相往來 是否積欠債務為個人行為 與他人無關 劃清界限 認識她的人都說 王家小姑沉迷六合採簽賭 時間長達五六年 為了償還債務 只好一屆再屆不斷跳票 由於每次借錢金額十萬二十萬 並不是很多 朋友基於情誼會借 她甚至張貼老人家躺在病床照片 聲稱阿嬤生命需要錢 但阿嬤其實已經故事 不好意思喔 這樣啊 我拒絕她第一次 你拍了她跟我說不用了 已經已經OK了處理好 然後第二次再去找一遍 王姓小姑過去從事保險業務 擁有廣大客戶 願意把客戶轉介給其他同業 累積不少人脈 後期沉迷牽賭留下戰物 她選擇跑路 並不見面 再去找 一隻超級牛只 一隻超級牛只 入口中 入口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